波士頓警方說涉嫌製造上星期 馬拉松塞爆炸案的兄弟兩人 曾經策劃其他襲擊 兩名嫌疑人當中26歲的哥哥塔梅爾蘭 在上星期五 與警方的槍戰當中被擊斃 弟弟焦哈爾 在逃走後當日的稍後時間被警方捉獲 19歲的焦哈爾傷勢嚴重 目前仍然在醫院 他服用了大量鎮靜劑 無法說話 他是在逃避警察搜捕時受傷 波士頓市長莫尼諾 在美國廣播公司的本州電視節目中說 焦哈爾頸部的喉嚨部位有槍傷 調查人員說 可能是嫌疑人自己開槍導致 莫尼諾說 兄弟兩人以恐怖活動 劫持了整個波士頓